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我們介紹到了 中國河北13歲的王子耀 被他的三個同學S的消息對吧? 那今天我們總結了一下 這19天啊 也就是3月1號到3月19號之間的中國 到底還發生過幾起類似的霸凌事件 順便來探討一下 這種情況在中國是越來越嚴重 還是有改善呢? 還是一直如此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 只是現在曝光的機會變多了 昨天那支影片我們有講到 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啊 鄉下地區 老師漠視甚至加入霸凌同學的這個行列 是非常普遍的行為 甚至好多可能是老師自己帶頭霸凌的 網路上也有過很多這種影片 是因為他的成績不好 而昨天那條影片呢 有非常多的中國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欸確實如此 自己學生時代的時候啊 有遭受過這樣的待遇 也有看過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去我那條影片下面看 當然你們可以說那是我的演員 那也太多了吧 其實在3月14號的四川梁山啊 也發生了霸凌事件 那許多國中生啊 有男有女啊 6、7個 拿著什麼甩棍啊 切西瓜的那個 有沒有 讓一名王姓同學跪著拍片 就各種啊你們懂的哈 結果中共警方貼出公告說什麼呢? 雙方並未報警啊 王同學目前沒有大礙 那根據相關的規定呢 你們這些人啊 不能再傳播相關的影片跟消息啦 因為公安機關啊 會嚴打犯罪行為 全力保衛未成年人的權益 所以你們在傳就是犯法 這個如果發生在台灣應該是公訴罪了吧 六七個人拿著這些東西 這應該是恐嚇跟綁架罪都有了吧 在你們羅刹果說 這是告訴乃論 唉好的好的 而四川梁山啊 大概前年啊 我們頻道也介紹過 當時有一個中國網紅 去當地拍攝結婚的狀況 對吧 結果被公安給傳喚下架的影片 為什麼? 因為你拍得太窮啦 你狠狠打了 腎上全面脫貧的臉 你既然這樣打了 我騙腎上 腎上以為是變脫貧的 然後中央的人看到 那我可怎麼升官啊 我沒有這個政績 可以去邀功 我甚至無法升等去中央服務 而這位孩子的父親啊 知道的當下 從外地回來了 估計是從北京回來了 因為他說他委託了北京的律師 那他的孩子 應該就是所謂的留守兒童 而他在返回四川的時候啊 在高速公路下 他就被一堆的公安給攔住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有這個話有表 你看 你看現在我下高速 兩三中所有的免領先 直接精確 全部幫我堵在這兒 告訴公路不斷 好 這個事情啊 如果是說是這個東西 有啥的事情啊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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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經過一番交涉之後 才讓這個父親 回家 看孩子 而這個事情 引發了當地的村民不滿 集體到了公安局外 抗議 但是啊 這位父親 反家之後 又拍了一條影片說 他相信啊 有關部門會還他公道的 不知道啊 這位父親是不是 在經歷了被公安圍堵的事情之後啊 遭到了威脅 然後呢 要他們拍這個自白影片 還是說他真心認為 中共的體制 能幫助他 即便在高速公路前 去阻礙他 他還是很心論公安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自白影片 大家好 我是四川梁山 免林被您爸小孩的父親王沙龍 首先感謝廣大網友 對這個事件的關注 現在我已經到家孩子裡也看到了 請大家不要擔心 我相信有關部門 一定會公平公正的 處理好這個事情 我也前前委託北京 楊麗絲為我帶你這個案件 最後後續有什麼消息 我一定第一時間 向大家公布 OK 我們就只看到3月11號 同樣也是發生在河北的邯鄲 第二中學 一位叫做王瑞峰的同學 同樣是被帶到了田野間 被動的交流 目前他的父母也求助無門 校方跟公安也息事寧人 因為沒有S人嘛 那這個事情 剛好又在河北的邯鄲 被另外一個事情的熱度 王子耀的熱度給壓下去了 那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我們看到這幾張圖啊 這都是3月份在中國的霸凌事件 昨天的山東淋漪也傳出了一起 4到5名的國中生 對手無串鐵的同學 進行了被動的交流 還有一個很誇張的 3名看似大學生的 拿著張獻忠的武器 去碰觸一名穿羽絨衣的男子 裡面的新疆棉都炸出來了 你看那個力度多大 今天是3月19號 剛剛給大家報導過的 還有展示的一些圖片 應該9個10個了吧 這還是因為這些小屁孩 自己把這些影片放到網路上 才被曝光了 那你說那些沒有拍片的 沒有放到網路上去炫耀我自己 霸凌別人的成就的 那些呢是不是更多 那有多少 正常的國家 從威權走向民主之後 當然你們也說你們是民主國家 都會更加重視學生的心理健康成 這一塊不再單單只是說 你要考上好成績 你成績多好 不管你人格多差 不管你用了什麼手段 你只要有好成績 都可以 我都可以滿足你 你當上了大官之後 你會感謝我老師 你會感謝我父母 以前啊 我父母那個年代 那種狀況很嚴重 但到了我這一代之後 真的沒有像我父母說的那樣 如此嚴重 到我弟這一塊之後 更加沒有這種情況 當然或許還是有 但這個情況相比30、40年來說 絕對是有在改善 中國呢 歡迎這個中國的網友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只能說啊 不管我們對這個霸凌的事情啊 我們防堵 或是防範的做到幾分 這個世界上肯定都是有壓迫跟奴役還有欺壓的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世界上沒有100%的惡 也沒有100%的善 當然我們盡可能降低這個霸凌比例 以及建立霸凌處理的機制跟透明化 這個很重要 當然輔導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小粉不要再說什麼 日本啊 台灣啊 歐美啊 你們不是號稱民主嗎 你們不是也有霸凌 是 但你想想 我們的政府 歐美的政府 跟你家中共一樣 派什麼福伯樂啊 派這個警察去解訪 還把人家的直播都下架嗎 然後各大新聞媒體口徑都一致 你們甚至還沒有不同立場的政論節目 那算了 你以為美國警察真的可以隨便開槍S人嗎 可以啊 你做這個行為你要付出代價嘛 你上網去看一下 YouTube很多這種 美國警察亂S人的頻道 你去看一下後續他們是怎麼樣 行政處罰嘛 行政休假嘛 然後等調查嘛 然後調查之後 嚴重看你是要判刑賠錢入獄 他們會跟你中共公安一樣嗎 隨便打個江山都沒事啊 你有聽過哪個公安有國培嗎 還是城管國培嗎 這些小屁孩在小時候 就形成了這樣369等漏弱強使的概念 欺壓他人 那長大了要幹嘛 誒 或許就去討個公安啊 扶警啊 甚至當個城管 我小時候也是動槍桿子的 我長大也是動槍桿子 如果很多這樣的人加入到了警政系統 你認為這些人在接受到這樣的報案 或是接受到這樣的霸凌事件的時候 他們會用先去處理這一塊嗎 他們自己以前可能就是這樣的角色 欺負人的角色耶 而他們現在出來也是欺負這個農民 欺負這個擺攤的百姓 他說不定還鄙視那些被欺負的人耶 你爛你底層你當然被我踩在腳底下 為什麼你被我踩在腳底下 因為上面有一個比我更大的市委書記在踩我 所以我要踩你 那不然我要怎麼發現我心中的不滿 那我要怎麼發現我欺負你 那你要欺負誰 那你家的事 你欺負你家小孩去吧 你欺負你家比你底層的農民去吧 那胡適他就說過一句話 中國人互相見面的第一秒起啊 就是在打量著 是我要給你貴呢還是你要給我貴呢 這是胡適說的 大家上網查也查得到 如果說這是農華的話 那放眼望去啊 自古以來啊 農華的人太多啦 魯迅也是啊 他應該是最大的農華者 我剛發現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就是我剛報導的好多都是姓王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巧合吧 只是覺得很懸啊真的很懸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不管是欺負人的 或是被欺負的在農村地區啊 很多都是留守兒童 家長去北上之類的大城市工作 而這也是中國戶籍制度產生的問題之一 像是父親到了上海或是北京打工 那按照其他國家來說 小孩應該會跟過去對吧 但不好意思啊 上海北京這種大城市是有戶籍制度的 不是說你孩子帶過去讀書就能讀的 你必須在當地工作 我上網看啦 有的說三年有的說五年 要繳他的社保五險一金 你才有資格買郊區的學區房 是郊區啊 你知道上海很大 上海的精華是浦東那一塊嘛 對吧 那他還有郊區的啊 那他還有郊區的 就是真的很郊區的那一種 有去過上海的人 去過郊區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在那邊住幾年之後 你才有資格有戶籍 不然就是你要有長居正名 而且你每年要續簽 你才有機會把孩子接來上海的郊區讀書 而跟上海市區人結婚要滿10年 你才能有上海市區的戶籍 如果你是少數民族的話 可以說等到6年還是7年 那跟上海郊區人結婚的話 4年就可以有上海郊區的戶籍 當然這我都是找中國百度的問答結果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他們在抹黑中國 所以你要知道 號稱自古以來 神聖不可分割的大一統中國 卻在制度上 戶籍上自己就各種獨立 各種分割 各種歧視 接下來說一個清理層面 中國很多欺負他人或是被欺負者 多數是什麼留守兒童 我說在農村地區 連欺負者他自己也是留守兒童 那這些留守兒童 他們長期缺乏父母的陪伴 還有對話跟互動 那可能父母一年回來個幾天 那轉個錢發過去 長期以來 孩子的那種缺愛跟價值寬 就會不同了嘛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展出兩種方向 那外向的人 比較好大喜功的人 他可能就會開始找人家欺負 對吧 找存在感 找被需要感 來取代父母的關愛 那內向的留守兒童 他可能就會淪為被欺負的對象 而老師很多時候不聞不問 甚至與欺負他的人站在一起 什麼成都四九中啊 胡興宇事件哪個不是這樣 而這不僅僅只是家庭的問題而已 更多的是中共這個社會跟教育缺失的結果 所以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 湖山亥這種昆町的黑色幽默 以暴制暴 可以在中國取得重大的票房與熱度 在台灣真的是冷門作品 那我們拿中國來說 尤其是疫情這三年 大家受到大大小小不公平的待遇 已經無處可發現了 那大家都盼著周延這樣的人出來伸張正義 對吧 就跟這個前幾天去包公下跪痛哭的那群人士一樣 雖然這個包公府啊 現在也被封了 就多麼諷刺啊 開封有個包青天 鐵面無私被封肩 而我們昨天有提到這張圖對吧 這名女子在發文表示自己 跑去開封府痛哭之後啊 他的帳號被禁言了 雖然可能粉紅會說 你看歐美不是有蝙蝠俠啊 小丑這樣的電影啊這樣的角色啊 對吧 所以代表歐美他們也是不公平的 這種東西是相對的 人家拍的是對付大財團 或是對付一些什麼軍火商 甚至對付一些科幻的反派 是比較不切實際 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太見到的人了 你日常生活中你見過急凍人嗎 你見過企鵝人嗎 沒有啊 所以不要拿這種來比 我們平時見不到那種誇張的爆破啊 飛車啊 機關槍格林就拿出來掃 火箭桶RPG炸下去 你路上看得到嗎 我在美國我也沒看過啊 但是周延出傷害 他沒有這種誇張不太現實的場景與角色 所以更能讓現在的中國人 去帶入這樣的角色之中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中國的家長發出這樣的聲明 帶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那三個惡魔不被判S型 我會告訴我的孩子 以後誰霸凌你 別怕把他S了 我寧願去監牢探望你 我也不願意在墳墓前 絕望特此聲明 一份安分守己的家長 好,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下集見了,拜託